不可否认 作为家中必备的大家电之一 油烟机对厨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正因如此 很多家庭都很舍得在上面投入 其实 在我看来 这种产品并没有太多的技术含量 本质就是一个电机 加上一个外壳 但是 市面上的油烟机 不仅种类和款式众多 而且价格也是参差不齐 如果不经挑细选 很容易被收割 交了智商税 本期 小冬就结合我家 换过三次油烟机的选购经验 给大家总结了五步选原则 来告诉你 到底哪几种油烟机不值得投入 一 顶侧双吸新型烟机 不建议选 什么是顶侧双吸油烟机 简单来说 它就是结合了顶吸式和侧吸式的升级款 得益于七字型的外观设计 一台机器配置了两套动力系统 既有顶吸的效果 同时又具备侧吸的功效 虽说顶侧双吸烟机 确实在排烟性方面有所提升 但我还是不建议大家选 因为用过就会知道 这种新款烟机是噱头大于实用 首先 上面的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 因为侧吸口距离燃气灶位置比较近 基本上由烟到不了 顶部就被吸走了 其次 顶侧双吸式烟机工作中产生的噪音 要比其他类型烟机要大 很影响使用时的体验感 另外 顶侧双吸烟机搭载的是两个风道 机器内部设计也较为复杂 不仅增加了故障率 而且产品自身价格也很贵 综上所述 站在实用性的角度 以及使用成本上来看 都不值得投入 二 价格太低的集成灶 不建议选 集成灶 确实是个好产品 单从吸油烟效果上来看 它几乎能做到满分 因为它在排烟口的设计上 离烟灶最近 而且走的还是下烟道 基本上在烹饪过程中 闻不到任何油烟味 同时 它还结合了多种厨房电器的功能 比如 除了基础的烟机灶具外 还配置了蒸烤箱或者消毒柜等功能 但是 不得不承认 集成灶这种组合式锄电产品 也并非完美的 特别是市场价格偏低的产品 大多不是模块化设计 也就是说 只要有一个零件不小心坏了 很可能就会导致整个机器的瘫痪 此外 这种组合式的锄电产品 确实没有独立式的产品效果好 如果想把吸油烟 蒸烤 消毒等功能都做到位 那它的价格注定不会便宜 所以说 如果预算只有几千块的话 劝你还是不要考虑集成灶 买回家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添堵 三 吸力太小的油烟机 不建议选 油烟机的本质工作 就是吸油烟 如果一台油烟机的吸力太小 油烟吸不进 那不只是厨房 就连家里的客厅 也会变成油烟重灾区 因此 对于一般家庭来说 油烟机必须要选大吸力的 别管它是大吸力 还是顺吸 只要能保证快速增加风量和风压 以最短的时间 将爆炒过后的油烟带走就对了 小冬建议 大家在选择烟机的性能上 首选排风量不小于18立方米每分钟 瞬息风量要大于22米每分钟 此外 还要有足够的风压 避免烟到油烟倒灌 原则上 高层10楼以下 风压大于300帕 高楼层风压越大越好 四 噪音太大的油烟机 不建议选 其实 衡量一台油烟机是否值得投入 除了要看风量和风压以外 烟机的噪音值 这个性能参数也很重要 毕竟 在烹饪的过程中 如果烟机工作时的声音太大 势必会影响到心情 相信 大部分人都不想每天下厨做饭时 都被油烟机发出嗡嗡的噪音声困扰 因此 好坏油烟机在这方面的关键性区别 不只是电机 性能优越的油烟机 在满足大吸力 大风压的同时 还会把烟机的噪音值 控制在60分贝以下 显然 这种性能的油烟机更值得投入 反观 如果油烟机的噪音值大于65分贝 甚至超过了70分贝 那就不建议考虑了 5 附加功能太多的油烟机 不建议选 上面也说过 油烟机这种产品 并没有太高的技术 只要风量和风压能达到效果 就能满足基本的使用需求 现在很多油烟机厂家 为了卖高价增加产品利润 不仅升级了更高级的面板材料 而且还配置了很多 滑而不实的附加功能 比如说 什么油烟自清洁 挥手感应 语音控制等 但是你会发现 这些可有可无的附加功能 在日常使用上 很少会用得到 多数都是营销噱头而已 并不实用 而且功能越多 价格越贵 后期的故障率也就越高 因此 建议选购烟机时 只要关注风量 风压 噪音和瞬息 等几个关键指标 就足够了 没必要为了那些 鸡肋的附加功能买单 好了 以上就是小冬 为大家总结的油烟机 五不选原则 希望能帮助大家闭坑 其实选购油烟机 也没那么复杂 不管是顶息式 还是侧息式 只要性能参数达标 可以满足使用需求 就算是一两千的机器 那也是值得投入的